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新鲜蔬菜和水果 另外还需要准备消泡剂和复合凝固剂 凝固剂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钙63克 葡萄糖酸内汁36克 氯化钙1克 它在彩色豆腐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卤水相似 会缓慢释放氢离子 能使豆腐缓慢凝固 所需的工具有 末浆机 煮浆机 压榨机等 接下来来选料 彩色豆腐的色泽取决于果蔬汁的色泽 绿色豆腐可选用芹菜 黄瓜 青椒 红薯叶等 黄色豆腐可用胡萝卜 南瓜等 红色豆腐则用枸杞 西瓜 红青椒 红曲粉 黑色豆腐可以用黑芝麻 可可粉等 对主要原料黄豆也要进行筛选 把没变的重铸的黄豆 剪出来 留下颗粒饱满的 并筛去杂质 接着把选好的黄豆倒进水里 清洗 除去杂质 然后用水浸泡 浸泡时间 夏季为10小时 冬季为20小时 料和水的比例是1比2 水温以20摄氏度为1 黄豆经过水的浸泡会膨胀 接近新鲜状态 这样能保持黄豆的新鲜组织 黄豆泡好后 把它捞在带眼的筐中 再用清水清洗两遍 捞起 沥干水分 接下来就要沫浆了 首先我们要把沫浆机的电源打开 调整速度 把泡好的黄豆倒进沫浆机里 用大豆干重的5倍水沫浆 沫浆机上有两个孔 一个孔可以直接出浆 另一个孔出豆渣 把沫出的豆渣 再倒进沫浆机里进行研磨 沫出的豆渣要经过三次研磨 豆浆磨好后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要榨汁 在榨汁之前 首先要对原料进行预处理 不同的原料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水果类的比较简单 只需要清洗切块 就可以直接进行榨汁了 蔬菜类的相对比较复杂 比如胡萝卜 黄瓜 南瓜等根块类的 需要先进行预煮 预煮时的水温为95至98摄氏度 时间为5至8分钟 基本煮熟后 要捞出 拧干水分 然后才能榨汁 枸杞和白果也要用这样的方法榨汁 像芹菜叶一样的叶类蔬菜 只需要在废水中烫一下 当看到叶子颜色变成深绿色时 就可以捞出 进行榨汁 不同的蔬菜 不同的水果 会榨出五颜六色的汁液来 另外有一些原料是需要扁炒的 比如黑芝麻和莲子等 首先要把锅烧至八成热 把莲子拍碎后 放进锅里扁炒 炒熟后放在一边备用 黑芝麻要炒到 能闻到芝麻的香味时 即可出锅 然后要把它们分别放进 磨碎机里 磨成粉末 用20摄氏度的温水 把它们调成枝状 粉和水的比例是 1比2 一些外购的原料 可可粉 可直接用温水调和 即可使用 红曲粉要用凉水进行稀释 之后还需要过滤 我们把细筛底下放一个碗 将稀释好的红曲粉 倒在细筛上 并用手把粗颗粒打散 经过过滤的红曲粉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磨好的姜 倒进煮浆机里进行煮浆工序了 首先开动电源 豆浆在升温至60摄氏度左右时 就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往上滚 称假沸腾现象 为了不影响正常的生产 这时我们需要加入适量的消泡剂 加入消泡剂的剂量为 1公斤豆浆加0.01克消泡剂 豆浆要在97至100摄氏度下 煮沸6分钟 这时就要测量豆浆的浓度了 把豆浆盛盛在碗中 拿一豆浆测量仪 用滴管把豆浆滴到豆浆测量仪的感光片上 盖上盖子 眼睛对着检测孔观察 用手调整须时 这时测量仪会自动显示出豆浆的浓度 制作嫩豆腐时 豆浆温度应在70至80摄氏度 浓度在7.5度左右 制作老豆腐时 豆浆的浓度要达到8度 制作彩色豆腐干时 豆浆的浓度需要达到8.5度 豆浆煮好后 我们可以把它盛到桶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就要混料了 首先要用天平撑取适量的凝固剂 倒进红色的枸杞汁液中 用刷子搅拌均匀 再把备好的豆浆倒进去 紧接着再把它快速反倒一次 为的是使凝固剂和原料混合更均匀 豆浆果蔬汁和复合凝固剂的比例是 每50毫升豆浆中要加入8至10毫升的果蔬汁和0.01克凝固剂 我们按照这种原则 将芹菜汁 胡萝卜汁 西瓜汁 菠萝汁 黑芝麻汁 加入适量的凝固剂 倒进豆浆中 调配成各种颜色的豆浆 需要注意的是 在彩色豆腐加工过程中 应注意豆乳果蔬汁凝固剂的混合比例 果蔬汁量小 不易使豆腐着色 过多则会产生青草味 使风味变坏 果蔬汁的PH值小于60 彩色豆腐凝固不完全 产品质地过于软嫩松散 PH值大于6.50 产品质地粗硬易段 表面粗糙 所以制作彩色豆腐 应尽量选择 PH值在6.0至6.5之间的原料 这样产品的质地细嫩 光滑有弹性 接下来我们就要蹲脑了 把调配好的各种颜色的豆浆 放在一边 静置两小时 就可以进行捐包了 我们先来做单一色彩的豆腐 首先我们要拿一块 用25摄氏度温水 洗湿的棉白布垫在碗上 把适量静置好的红色豆腐胚 盛到棉布上 包好 把多余的水分挤到碗中 放在木板上面 按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各种颜色的豆腐胚都包好 然后拿一木板放在上面 再在木板上放一制作豆腐的专用模具 来做多彩豆腐 先把湿棉布铺到上面 整理四个角 拿一碗白色的豆腐胚搅匀 倒在模具内 用刮片刮匀 厚度大约为2厘米 接下来 再用同样的方法 把橘黄色的豆腐胚 铺到第二层 把绿色豆腐胚 铺到第三层 把黑色豆腐胚 铺到第四层 红色豆腐胚 铺到第五层 黄色豆腐胚铺到第六层 最后再铺上一层绿色的豆腐胚 用棉布包好 放上木板 再压上乘有35至40斤水的水桶加压 充分消除豆腐胚中的自由水 三小时后 把水桶拿开 再把最上层的模具也拿开 露出的就是单色彩豆腐 把棉布打开 再把棉布打开